各位議員,我是非常非常之不同意剛才官員的發言,是偷換概念,一個電台不是一間雲吞麵店,一個電台又不是一間美容公司,最近DR搞出人命, 高惠民局長都說很關心DR倒閉,消費者的權益,但我們蘇錦良先生對DBC一個電台的倒閉是莫不關心,我們從來沒有要求政府介入,就好像莫乃光議員曾經說過介入這次是對的,我們只不過要求政府盡他的責任,去處理一個發牌的機構,為何電台要發牌呢? 發牌的原因是因為電台在利用著大氣電波,其實大氣電波和一條公路和電纜和書水管是完全沒有分別的,所以就要發牌,我們沒有要求政府注資,也沒有要求政府拯救DBC,更加沒有要求政府處理股東的糾紛,我們是要求政府根據發牌的條例去管制這間電台, 當那些股東所謂有爭拯的時候,不論任何原因,商業政治什麼什麼好,或者鄭經罕, 仰衰,都不要緊要的,最重要的一件事,當這個發牌的機構, 政府沒有根據發牌的條款,而影響了對公眾的服務,政府就要介入主席,政府要所謂介入就是處理,我不管你們兩個叫什麼交, 你告訴我為什麼會停播,為什麼沒有根據法例去服務市民,這個就是我們DBC,或者我個人的要求, 我從來沒有要求政府給錢我們,或者處理我們的糾紛,我也沒有跟蘇錦良要求過,蘇錦良也不用說,為什麼商業條解員, 如果是商業條解員,今天你不會坐在這裏,對不起,DBC是一個發牌機構,不同,其他報紙不同,今天每個人都可以出一張報紙, 為什麼要申請牌照呢,為什麼政府要作出審批呢,審批的過程為什麼這麼嚴謹呢,我們申請牌照用了四年時間,審批的過程包括資金,能力,節目的內容, 如果這個服務是中短的,就等於一條巴士線,其中一間fanchise的巴士公司,一間專利巴士公司,停駛,是沒有分別的,我相信,運輸局長不會走來這裏說,沒有城巴,有中巴,沒有中巴,有九巴,沒有九巴,有龍運,不會這麼說話的,電力公司停電,不會說說沒有中電, 有港燈啊,再不說點火水燈啊,有電筒賣啊,蘇錦良,局長,我相信你是要理行的責任,或者港電局的同事, 現在DBC要求我們聽眾,我只可以代表聽眾,今天我不可以代表DBC,DBC被接管了,DBC的聽眾只要求一樣東西, 為什麽我聽著的收音機,為什麽我買一部收音機,我有權選擇,你不要告訴我可以聽廣台,聽港台,等於我要坐地鐵, 你不可以告訴我可以坐九巴,坐小巴,坐的士,甚至乎坐AM車,沒有這個選擇的, 我真的想,因為我受這個,多謝謝偉俊議員提醒我受這個, 就是禁制令的規範,很多東西我不能夠暢所欲言,如果大家想聽我說多些東西, 就可以調開一個特權的委員會,可以給我一個法律的保障,但我想讀一讀一篇文章, DBC在看播了很短的時間,受到很多聽眾的歡迎,包括海外聽眾,在澳洲一位聽眾,叫施華的, 今天在《信報》的《信博》那裏登了一篇文章,我想引述一下主席, 引述,一聽到DBC電台播出日通報道交通消息的聲音, 我立即放下手中一切工作,就在電腦前面,釘緊螢幕, 這個是通風脆鬼馬俏皮,活潑聲音也漂亮,雖然是小角色,也毫不含糊, 每次將交通消息報道得,益揚頓錯測情上面, 這個DBC電台播音源,都是壞孩子,連那個交通是通,也不斷名次暗封, 督摘主政者當權派,劣政時弊,無所頓營, 你可以繼續吧,讓你下去吧, 阿通稀笑怒罵月旦時事,針扁是人,將交通情況與港市緊密結合, 私私入購,我叫阿通如見老友,心喜實之, 但是這個電台要倒閉了,阿通,要與我們告別了,我要牢牢地看著他,記住他, DBC日務圖窮,據說是經營不善,但漢官,你會這樣做生意嗎? 眼見業務不佳,可能血本無歸,還要買你的股份,你不會立即吐反應嗎? 好了,如果你有紅心壯志,是要把一盤經營不善的生意,轉虧為形, 這樣你又會不會應該趁他病,拿去命,趁低價,買入股東,商量的股份, 以其博取最大的收益呢?你會不會用天文數字的訴訟費去告這個經營不善的合夥人呢? 選人而不利己,賠了夫人又接兵,為什麼不是這樣做呢? 不買不賣不住資,不商討,不出席股東會議,甚至不肯簽員工發新支票, 這個不斷的訴訟,法律私訊打官司,用白花花的人才殺死DBC, 迫害鄭京韓,誓要此台滅聲,而自己經濟上毫無得益,這是做生意嗎? 而做這些蠢事的,都是長袖羨慕的商人,或者社會言達,余皇楚彪,余李國寶,余李國張之流, DBC事件,可以說是股東糾紛嗎? 如果你認為DBC倒閉是一個雙月糾紛,我只能說,這個又是近來香港最潮的行為藝術 不想浪費時間,最後那一句是就著蘇錦良說的,蘇錦良當時說以市民期望為依歸, 據2012年7月18日香港明報信,故意介入三代談判,可見即使基於商業理由一個電台問題, 牽涉重大市民利益商務及發展局局長蘇錦良責無旁貸,他講解奧運轉播權的事件, 蘇錦良,市民從未見過為高官,好像你這樣服務香港人的,奧運轉播一時, 甚至出手,唯以亮卡著稱,今天市民需要你來排難解分解決電台風波蘇錦良, 香港人最需要你就是這個時候了,你在哪裏? 這個完畢 OK 那你